大家好 昨天说的这个藏匿在旧金山 中国旧金山总领馆的这个叫唐娟 那24号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 这个唐娟呢 这个解放军的军医 因为隐瞒解放军的身份 现已遭到美国当局的逮捕 非常有趣 之前说已经在这个馆里边藏了一个月了 在这个领事馆里边已经躲藏了一个月 现在已经遭到逮捕 我昨天刚报道完 他今天就逮捕了 24号将被移送到位于北加州的 叫沙加缅度郡监狱扣留 预计27号出庭应讯 媒体报道呢 美国检方指控 先年37岁的唐娟 以这一访问学者签证入境 到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担任研究员 却隐瞒了解放军现已军人的身份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以涉嫌签证欺诈 将唐娟通缉 通缉了 FBI探员认为 唐娟被FBI问话后 便躲进中国旧金山总领馆 寻求外交豁免 那美国司法部高级官员表示 唐娟在当地时间23号深夜被逮捕 由于他没有对外称有外交 没有对外称有外交官身份 所以没有外交豁免权 不符合保释条件 那该官员说 唐娟是一名生物学研究员 直到昨晚他都是一名逃犯 加州东部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 发言人指出 唐娟将于27号在沙加缅度出庭应训 加州大学戴威斯分校声明指出 唐娟在6月离开放射肿瘤学系的 客座研究员职位 在6月就离开了 就是说躲进领事馆 确实是一个月 6月他就离开了 他学的是放射肿瘤 学是学放射肿瘤 他的工作是由隶属 中国教育部的研究交流计划资助的 中国教育部资助的 咱不说这些内容 这我看完了非常有趣 大家想 他一个月以前就已经进入了 那你说FBI 大家觉不觉有趣 FBI说他躲进了领事馆 然后现在告诉你 他因为没有外交豁免权 他被逮捕了 他是通缉犯 所以我们可以将他逮捕 大家学不觉得这个时间上非常有趣 他在里边待了一个月 一个月以前你也可以进去把他逮捕 他现在也被你逮捕了 就是他没有外交豁免权 你一个月以前你就知道了 但你一个月你什么都没做 你就让他在领事馆里待着了 FBI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月你什么都没有做 他难抓吗 他如果难抓 为什么现在你能抓他出来呢 大使馆疯了 大戏开幕了 我得网上加人啊 是不是啊 加戏啊 那这个戏不就出来了吗 正好配合着什么 配合着关闭使用馆 间谍这个戏 这个大戏一出来 唐娟这个戏份就加进去 你会发现啊 所有一切好像都是有人安排的 一个月以前他就他不能抓这个唐娟吗 他当然可以了 他没有外交豁免权啊 一个月以前你说我要进去抓人 他不是你们这个没有外交豁免权的人 我就该抓抓吧 现在为什么 现在为什么他能被抓出来 现在抓他的条件和一个月以前条件有啥不同吗 没有 为什么等一个月 这是我第一个疑问 大家也想想 这里边特别有趣啊 是不是像下面一场安排好的戏 等什么 不就等待美国驱逐 驱逐中国休斯顿时领事馆的人员吗 把这个外交事件搞大吗 然后想再加把柴 火上面再加把柴 或者浇点油 把这新闻搞大 你看看 这是我一个老百姓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不就是一场戏吗 FBI 哎呀 最后最大的罪过就是签证欺诈 整个我都好笑 你说FBI抓什么不好 签证欺诈 他六月份 六月份就被 就被说白了 就被问话了 六月份FBI就盯上来了 你说美国这个一幕一幕啊 你觉不觉得六月份早一个月以前人家美国就干上了 把很多事就干出来了 就等着撤了特朗普啊 是吧 名罗开戏了 很有趣啊 另外啊 这个唐娟啊 他这个身份啊 说是解放军的军衣 现役军人 现役 那现役的不能在美国吗 解放军现役的就不能在美国吗 现在这是我的问题 当过兵哪个国家没有国防军 哪个国家没有军人 那你要说沙特 沙特那些军人在美国那个空军基地还学战斗机 拿枪啪啪啪把美军打死 那学的是杀人的 他学的是怎么救人的 他这个身份呢 对不对 就是找出个理由来 把这场戏 搞大 你啥 你也不是说你偷我情报 也不是说你偷我知识产权 人家交了学费了 还是交流的 那意思美国人同意啊 来学去 这是叫什么 放射肿瘤 同意跟中国交流啊 中国同样 中国不也有一批美国留学生吗 来学医的 美国人不也到中国来学吗 学什么中医啊 学这个那 那你说你呢叫知识产权 中国那叫不叫知识产权吗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知识产权 把说中国偷美国技术 往这边什么 也 说不然理啊 你双方都有留学生 那怎么 签证欺诈 多好笑 签证欺诈 签证欺诈 这是罪过吗 这是罪过吗 签证欺诈 这是个罪吗 LBI专门盯一帮人 你给人地解 签反就行了吗 不就是想把这案子吵起来 每天新闻一报 哪个哪个法院有一帮解放军 在美国 是不是 威胁到美国安全了 军方到美国来了 所以我觉得像唐军呢 像之前逮捕那几个人啊 就是一个替罪高扬 替这个美国呀 替这个美国 这个总统啊 这帮政客啊 承担了这个大选的任务 把他们给吵起来 未来呀 我估计判个刑啊 罚款啊 这些东西 明白吧 全都是替这些政客 全都是替这些政客 哎呀 背这么个锅 你说头几十年没有吗 头几十年也有 所以啊 这个事我觉得 这么一看 这民主制度啊 你说黑不黑啊 你说黑不黑啊 为了自己的大选 他绝对不会承认为了大选 他如果承认为了自己大选 那民主制度还剩什么了 民主制度 咱就想想还剩什么了 为了自己大选 是吧 自己老国家老百姓 你不敢冤枉 怕会告 可以冤枉外国人呢 外国是吧 看哪个国家不顺眼 你们国家是吧 到我们这儿了 签证欺诈 判你行 判你十年 不知什么国家 什么制度啊 这是啊 什么制度 他偷你啥了 教育部的文化交流的 当初跟你这美国大使馆 是吧 拿的签证进来的 来学医的 救人家肿瘤的 放射肿瘤 学这个的 结果现在告诉人家 签证欺诈 所以我有时候想啊 这个民主制度 到底啊 这中国人到底追不追求 民主制度 你确实这个问题 你得想一想 就有一天啊 这中国人也跟美国人一样 也玩这些 拿一些虚假东西在这 诬陷所有的国家老百姓 以前是穆斯林 现在是中国 就拿你 每年我要大选了 我就得拿你们开刀 我有时候想啊 这是不是有点丧尽天良啊 你想当总美国总统 你拿别人开刀 自己不把政策搞好 不把美国经济搞好 一定要找着别人的麻烦 然后自己才能当选美国总统 这种制度 人类如果这种制度 像有些人想 把美国这个制度 整变全球 全世界都美国 我在想 如果全世界都是美国这种制度 你想一想 每个国家大选的时候 都拿一个别的国家来 什么弱小的国家来开刀 弄出这种 这种冤假 冤假错案这种事 恶心你 整出一些矛盾 为了我的恋人 那你说这个世界会不会更乱 有人说集权制度 会弄出一些冤假错案 集权制度 弄着世界这个 老百姓很没有公平 那你说这个民主制度 你说现在是公平吗 现在是公平吗 他每到大选 他就得找一个替罪羊 上一届是俄罗斯 这一届是中国 弄的是个世界上 各国家之间 互相之间也没信任 互相之间都害怕 这美国在盯上我 所以你说 这难道就是民主 最后想要获得的吗 如果你想要民主制度的话 你好好想想 这是你们希望得到的吗 人类就是 就在这种制度下 几个政党 我为了对付另一个政党 我要连任 我为了欺骗美国老百姓 我就得把这帮人 说成了坏人 消灭别的制度 我这种制度 就变成世界唯一的制度 你们弱 你们小 你们得靠着我 所以我就欺负你们 可见欺负你们 然后我就获得了我的利益 我就成为了世界 世界的什么超人 裤衫都穿上了吗 拯救世界 我是最棒的 你看那特朗普那个样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民主 特朗普让民主蒙羞 真是 我现在觉得 特朗普让民主蒙羞 民主本来是应该 这个低宽宏大量的 对不对 咱们有不同政见 有不同的意见 通过民主方式协商 这是最终的目的 那你现在看看 反而就是给你乱扣帽子 这叫民主 两党竞争 不择手段的竞争 竞争没有下线 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 所以你看到最后 是制度的竞争吗 不是 是国家在竞争 今天我这个思维 给你升到最高了吧 国家在竞争 没有什么制度 他就是像沙特一样 是王权国家 是皇权国家 他也得跟你斗啊 因为是不同的国家 所以你看到吗 竞争不是制度的竞争 是什么 国家的竞争 今天我把这个最底层的 给你分析到位了吗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 所以美国也好 你帮华人不要高举的自由民主 在这教育中国人 你看自由民主多好 好吗 我们中国有了自由民主 你以为你美国不跟我们竞争了吗 不跟我们来这套了吗 一样 现在我希望所有华人都明白 这是国家的竞争 跟意识形态 跟其他东西已经没有关系了 再打着什么 这个自由民主的旗号 在玩这些东西啊 给中国人洗脑 已经没有用了 中国人应该看明白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 我觉得这四个人挺冤啊 这四个人 FBI呢 到底用什么手段 让他们承认了 自己是解放军现役 不知道 但是 人现在落在美国人手里边 后续呢 就该判就判嘛 那意思 该出庭就出庭 我觉得也没啥 反正也没杀人放火 没杀人放火 那你说谦诚欺诈 你就告吧 咱们看看 美国司法到底什么样 这几个人到底运运如何 我觉得这个事啊 大家可以看 很多人说 民主自由有公平 我觉得从这几个人身上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公平 人家来学这个医学 来学医 对吧 你这么大一个民主国家 应该把医学 医学推向全世界 教人全世界 怎么救人 怎么治病 不担 你来我这 签证欺诈 这看来一一也不能学了 所以说我说 有些人天天给我们洗脑 说这个民主自由怎么好 怎么伟大 比集权怎么怎么好 但面对国家这种事的时候 你看看他那些手段 一样的龌龊 真的一样的龌龊 所以这个我从心里边 我并不觉得美国伟大 真的 从这事上 我并不觉得美国伟大 他应该怎么做 学医的 签证其他 目的是未来 学医 好 签证取消 驱逐出境 这就可以了 判人家十年 来学医 来学救人的办法 判人家十年 这是什么伟大的国家吗 这是和善良的心吗 他目的是什么 在媒体上吵着 我川普要连任 我川普要掌握权力 掌握金钱 这才是美国人想的 钱 权力 你说和他嘴里的共产党有啥区别 不择手段 弄个大新闻 中国人最坏 是不是 学医不行 签证其诈 判十年 大新闻 让美国人都恨中国 告诉大家 我们是伟大的国家 他不是伟大的国家 你说你告诉我 你哪个伟大呀 你伟问 你伟问哪块大呀 我不是伟大的兑权吗 我不是伟大的 就啊 我伟大的兑权 就 primera兑权 我觉得你 evolve